萧峰的结局众人皆知 他最终以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此幕一出 众多观众难以释怀 更有甚者满心疑惑 为何萧峰非要踏上这条绝路呢 按理而言 他大可以退隐江湖 安享一世清闲 可出人意料的是 萧峰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尽 着实令人心酸不已 感慨万千 今日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萧峰 为何最终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 善哉 善哉 萧峰市的人心实乃世间少有 胸怀天下 不计个人恩怨 真可谓菩萨心肠 扫地僧听到萧峰义正词严的反驳慕容博士 心中对萧峰的悲悯与钦佩油然而生 萧峰从曾经的丐帮帮主 是契丹人为畜生的正义侠士 一步步走向如今超脱民族仇恨的宽广心境 经历的痛苦与磨难难以言喻 起初的萧峰 以契丹血脉为耻 以丐帮帮主的身份捍卫中原武林 誓死于契丹为敌 然而 当他身世揭露 国仇家恨瞬间击碎了他一贯坚守的信念 从他被中原武林所抛弃 到他游走于汉辽之间 萧峰逐渐领悟道 汉人起丹 一换一针 这些民族纷争不过是权势者制造的幻象 普通百姓却承受着无尽的苦难 他开始站在一种跨越国界的高地上 试图调和汉辽两国的矛盾 将天下苍生的命运视为己任 正因为如此 他多次隐忍自己灵力无敌的武功 宁愿以劝和的方式来化解冲突 然而 萧峰的宽容和大度 并没有让他彻底摆脱内心的桎梏 在燕门关外 面对三位结拜兄弟 阿子和众位中原好友 他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很多 看透了很多 但最终他依然选择了哲宇自尽 三十年前 婴儿时期的萧峰 曾被亲生父亲从死亡的深渊抛了出来 如今 阿子带着他冰冷的遗体 重回那个无尽的黑暗之中 世人皆以为 辽国与大宋经过多年纷争 终于促成了和解 萧峰和他的结拜兄弟 也因此立下大功 从此本可远离纷争 想一世轻浮 然而 他却毅然选择了自尽 因为有三件事 永远横根在他心头 无法释怀 以萧峰掌杀阿珠 违背了他对天下的誓言 这是他一生的愧疚 而勿杀阿珠 更是他对最亲近之人 对心爱的女子不可饶恕的罪行 萧峰自幼便得到养父母的关爱与呵护 少年时更有少林高僧玄苦大师传授武艺 丐帮帮主汪建通 以悉心栽培 使他成为江湖中众人仰望的英雄人物 萧峰在丐帮可谓人中龙凤 兄弟众多 受人敬重 并顺利继任帮主 全是陶天 生活可谓风光无限 然而 命运弄人 一场康敏精心策划的阴谋 在杏子林爆发 让萧峰一息之间失去了一切 曾经那些亲近的兄弟 那些他成长时依赖的沃土 请客间成为了最嫌恶的 最想驱逐他的地方 萧峰的身世陷入迷雾 他的契丹血统 将他推入了中原与契丹民族仇恨的漩涡中 令他陷入无尽的痛苦与困惑 在这偌大的江湖里 愿意无怨无悔跟随他 陪伴他的 竟然只有阿珠一人 两人在共赴生死 调查真相的过程中 阿珠始终不离不弃 他们一同找到 纸光大师查明往事 迫使康敏揭露带头大哥的身份 甚至陪同萧峰与段正纯决斗 据贤庄之战后 萧峰和阿珠已经历了数次生死 他们对江湖中的恩怨 隐谋心生厌倦 心中也逐渐萌生了远离纷争的愿望 阿珠曾对萧峰许下一个美好承诺 眼门关外 你骑马打猎 我牧牛放羊 我们再也不回中原了 这是他们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渴望远离仇恨与纷争 寻求一片宁静的天地 可惜 阿珠心知肚明 萧峰终究无法放下对段正纯的仇恨 他执意为父母报仇血恨 阿珠深知自己无法阻止他 为了保护萧峰不被段正纯及大理皇室所害 他毅然决然地以身犯险 用自己的生命换取萧峰的未来 这个温柔俏皮 善良又深情的女子 用她的青春和生命 成就了他们未完成的誓约 留下了赛上牛羊空许约的千古遗恨 萧峰曾经是武林第一大帮的帮主 胸怀天下 追寻仇人的执念 却让他迷失了方向 他一再受人蒙骗 康敏的谎言令他误入歧途 阿珠的真情 他却识别不清 最终在失控的情绪中 亲手杀死了自己最爱的人 阿子曾痛心地问乔峰 他有什么好 我哪里比不上他 你老是想着他 老是忘不了他 乔峰沉痛答道 你样样都好 样样比他强 但你只有一个缺点 你不是他 此时的萧峰 早已生无可恋 误杀阿珠的罪行 深深烙印 在他的灵魂之上 成了他一生无法承受的痛苦与负担 无论外界如何 他都无法原谅自己 这份自责 加速他走向了自我毁灭的终点 二 乔峰曾说过 乔某无论是汉人也好 契丹人也好 在有生之年 绝不会伤害一名汉人的性命 若为此事 有如此刀 话音刚落 他用一根手指轻轻一弹 单刀便应声而断 这一举动 不仅震慑了丐帮众人 更让在场的江湖群豪 见证了他对大宋子民的 无尽忠诚与深爱 那时 他仍然是叫乔峰的丐帮帮主 誓言重落泰山 伸直在他心底 然而 命运的捉弄 不容他轻松履行此事 不久之后 为了救治被他失手打伤的阿珠 乔峰明知前路凶险 依然不顾一切 带着他孤身闯入敌阵 直赴巨贤庄 这是一场注定了的阴谋 而乔峰却以无谓的气概面对 巨贤庄大战一触即发 众多江湖高手齐聚一堂 阴谋 仇恨 权力纠缠其中 乔峰却毫不畏惧 致生死于度外 他挺身而出 意气凛然 在众多武林豪杰的包围中 展现出超凡的气势 那一刻 他不仅是武功卓绝的乔峰 更是敢于挑战强权 不为死亡的英雄 九过三巡 他端起绝交酒 一饮而尽 随后放下所有情感 任凭剑影刀光纵横 奋起厮杀 满地鲜血染红了巨贤庄 尸横遍野 死伤者无数 在这场震撼江湖的大屠杀中 乔峰的战力无人能敌 但随着鲜血的流淌 他的内心却逐渐清醒过来 他突然想起 在性子林立下的誓言 绝不伤害汉人 那誓言像一道闪电 刺穿他的心灵 悔一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他为自己迫使杀人而感到无比痛苦 引颈救路 已赎此罪 从这时就应该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 三 送疗边境 争端不断 互相打草谷的事情屡见不鲜 可是 双方在禅渊之盟后始终未发生过战争 和平了几十年 这一次 两人正见不合 萧峰被打入了地牢 这道无碍 他早已将生死置之独爱 只是中原武林 少林寺 丐帮 灵鹫宫和大骊等好手齐聚 用计谋和武力将他救出 昔日的大哥 辽帝亲自追来 眼看一场大战在即 而紧要的不仅在于生死之间 众所周知 早已有图谋大宋的辽军 突破燕门关后 那便是关乎千万性命的两国大战 情急之下 段宇和虚竹新赵不宣 双双使出绝世神功来 于万人前夺下辽地 交给了萧峰 辽地成了俘虏 萧峰要求他答应 永生不出兵大宋 显然 这是胁迫自主的不忠行为 中原豪杰 以为萧峰为保护大宋江山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那便是选择了 再一次站在汉人一边 他们又哪里知道 在萧峰的眼中 万物一般 众生平等 圣贤畜生 一视同仁 汉人起单 一换一针才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动手羞辱了 辽地的是两位一弟 可实在跟自己出手 毫无分别 自命光明磊落 豪情仗义的萧峰 又欠就了一分 举贤庄违背誓言 杀上无数 他自知罪孽深重 又误杀阿祝 让他在这冷酷的江湖中 失去了唯一的知音 早已立了死至的他 又犯下不忠的大罪 辽地杀鱼而归之后 他的一句从此荣华富贵 想之不禁刺激了萧峰 他感受到 留在世间已在无用处 如果真有轮回 那就再回三十年前 本就该下的悬崖 寻觅阿祝而去吧 于是 萧峰最后选择了自尽 我们可以从上面分析地看到 为何萧峰最后选择了 这样的结局 他背负了不该承受的血海深仇 害死了自己心爱的阿祝 他至今无法抹去 身为契丹人的身份 身陷在两个民族间的夹缝中 他更无法原谅自己 明知世间纷争 却无力真正改变这一切 他的死 或许正是他对这场 无休止的苦难的终极回应